马头山羊 全国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马头山羊好处多 大的能推磨 小的一百多 老人吃了不起业 小孩吃了心眼多 这是广为流传在湖北省秦巴山区 当地群众口中的一手民谣 马头山羊为什么会在当地人的心中 如此深入人心呢 这引起了我们的农厚兴趣 决定到马头山羊的主产区 湖北省芸汐县去探个究竟 王建华是芸汐县畜牧收益局的副局长 长期从事马头山羊的管理和研究工作 他在马头山羊的养殖方面 可是一个行家 王建华介绍 目前芸汐县四阳马头山羊39万只 占到了全县山羊养殖总数的80% 全国的养殖数量据不完全统计 已达到了300万只 马头山羊是经过长期人工选择 和自然条件影响下 形成的一个优良地方山羊品种 在中心产区 一群群欢食的马头山羊让我们大开眼界 他们体型较大 体质结实 结构匀称 头部大小适中 比梁平直 两耳平直略向下垂 公母羊都没有脚 但河下有须 部分羊河下有两个肉垂 四肢有力 关节灵活 全身背毛短密贴身 毛色全白 而有光泽 公羊雄壮 颈部短而粗壮 高丸发达 成年公羊平均体重在45千克以上 采访中间 我们发现 四月零以后的公羊 额部顶端比较特别 长有长毛 有的甚至遮到了眼眶上缘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福文福是云西县总羊厂厂长 高级技师等级的家畜繁殖员 对马头山羊的生长和繁殖颇为精通 他走过来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他这个贴枕是这个熊一千 包括护许 这个头顶部都有长出这个长毛 这个特别在外部有一座这个旋转的毛 他这个证明了 他的这个熊性尼枪 这个将来配中的产子尼高 在一个称呼尼高 傅老师告诉我们 公羊额部顶端的长毛 被形象的称为雄性毛 长久不拖 但是在阉割去世一个月后 全部自然脱落 不会再长出 牡羊清秀敏捷 颈部细长 乳房发育良好 成年牡羊平均体重在38千克以上 文艺强原来是在实验室 从事汽车销售行业 他看到码头山羊养殖市场前景好 发展潜力大 于是就来到了云溪县 成立了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 在当地畜牧部门的帮助下 他很快建起了规范化的羊场和羊社 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目前云溪县的众多养殖场 码头山羊的饲养 都在逐步从以前的单纯放牧方式 向半摄寺半放牧 全摄寺过渡 不光如此 近年来 云溪县广大畜牧工作者 为了加强码头山羊产业化的发展 努力改变以前阴漏旧减的方式 在眷涉方面做了不少的改进 大大提高了养殖水平和养殖效益 码头山羊羊场长指 要选择在地势较高 向羊 干燥 通风 和排水良好 没有遮挡物 较为开阔的地方 码头山羊羊舍要采光充足 通风良好 冬季防寒 夏季防暑 根据羊群结构和数量 确定羊舍面积 每只肥羊 每只肥羊1至1.5平方米 每只母羊0.8至1平方米 怀孕哺乳羊1.2至1.8平方米 后背羊0.6至0.8平方米 育肥羊0.8至1平方米 运动场不小于羊舍面积的两倍 羊舍采用吊楼式 室内设置石槽和水槽 离地80厘米以上 架设羊舍 楼板用粗细均匀的木条铺设 间隙1至1.5厘米 羊舍下的地面建设成斜坡状 以利于排分尿 诶 这斜坡怎么这么陡啊 柯友田是云溪县畜牧技术推广站的受医师 全程参与了新式羊庄的设计改建 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 新旧两种羊床的不同和优劣 原来过去建造羊床的时候 多是根据地形设置 没有过多的考虑羊床下地面坡度的问题 而斜坡的坡度低于45度的话 羊粪从间隙落下来以后 大部分都会堆积在斜坡上面滚不下来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工人清粪的时候还需要下不少的力气 瓜子 扫帚一起上 把羊粪爬下来以后 再用扫帚清扫 费工费力 而通过这个坡度的设计 羊粪会通过斜坡自动滚到柱粉沟中 气候适宜 雨量充沛 山上生长的多种牧草 为码头山羊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而且小麦 豆类 芝麻等农作物 以及豆类接杆等农副产品 也都是码头山羊很好的饲料 码头山羊在放牧的时候 有哪些主要食物呢 饲料这一块主要是 我们这些是以放牧为主 以蛇刺为布 这个放牧的山上 特别是像这个马虎少 是一种豆壳性的饲草料 它这个森长的这个面积大 范围广 再加上山上有一些 这黄菊花呀 它豆尺 它这个刺那的范围非常广泛 适应于这个马虎羊的这个繁殖和森长 近年来 为了提高马虎山羊的生产性能 云溪县畜牧工作人员 还选择了高单草等产量高 营养丰富 湿口性好的优质牧草 进行了大面积推广种植 这样有效的减轻了草场压力 实现了生态环境的保护 马头山羊需要的精丝料主要有 玉米 豆粕 麩皮 菜籽饼 芝麻饼等 不同的是 这里还出现了芝麻饼 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在后面 我们将为大家揭晓 傅文福作为云溪县马头山羊 种羊厂的厂长 在种羊养殖方面 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周边的群众前来饮种时 都要向他行教一二 对于种公羊的引进 傅文福形象的总结了四句话 一要种子纯 二要精气神 三要腿子粗 四要高丸平 一般情况下 挑选六月零左右 体重在二十五千克左右的 马头山羊后背公羊 比较合适 马头山羊种母羊 引进的时候 要求发育良好 母羊的引种 在不同年龄段都可以 但以一胎精产母羊为好 因为一胎母羊 已经显现出它的生产水平 引回后 不仅容易适应当地环境 还能多利用几年 引进种羊 只是养殖 马头山羊的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日常管理工作 还多着呢 这不一大早 傅文福就要到羊社去 开始他一天紧张 而又忙碌的工作了 咱们一块跟着去看一看 马头山羊成年种羊的日常管理 包括非配种期种公羊 和空怀期的种母羊管理 引进的六月零到成年期间的公羊管理 参照后备公羊标准管理 马头山羊种公羊一年四季都有性欲 在繁殖季节的七至十月份比较明显 所以配种主要集中在这段时间 在管理上 一般分为配种和非配种期 非配种期 马头山羊种公羊的管理工作 主要有四位和加强运动 非配种期 马头山羊公羊 在半摄氏 半放牧的情况下 运动量是足够的 如果在全摄氏状态下 每天要驱赶种公羊到设外运动场 至少运动两小时以上 以保证他们具有旺盛的精力 和健康的体魄 非配种期间 四位上要补给种公羊足够的矿物质 维生素 蛋白质 青粗饲料占日量的85% 精饲料占日量的15% 这个阶段要按照非配种期 种公羊的饲养标准 合理调配各种饲料的比例关系 防止由于饲料中营养成分的不足 而影响生长潜力的发挥 饲料营养成分含量 和饲料比例之间的关系 在马头山羊养殖的各个阶段 都需要注意 日量中营养成分 代谢能每千克 11.82兆焦 粗蛋白14.78% 钙0.36% 饼0.4% 建议精饲料配方为 玉米63% 豆粕10% 菜子饼6% 麩皮20% 食盐1% 每天两次四味 四味时间为早七点晚六点 每至每次四味 0.25至0.5千克精饲料 马头山羊空怀期 种母羊 日常饲养管理要适当增加营养 抓标负状 恢复体矿 空怀期 青粗饲料占日量的90% 精饲料占日量的10% 日量中营养成分 代谢能每千克 11.81兆角 粗蛋白13.47% 钙0.36% 磷0.38% 空怀期种母羊建议精饲料配方为 玉米67% 豆粕7% 菜子饼5% 麩皮20% 食盐1% 每天两次四味 四味时间为早七点晚六点 每只每次四味 0.15至0.25千克精饲料 傅文福告诉记者 在空怀期种母羊管理中 整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马头山羊母羊空怀期间 要根据选配计划 整顿母羊群 把不适合配种的老 弱 定母羊淘汰 淘汰率为15%至20% 马头山羊的繁殖 是整个养殖工作的重要一环 马头山羊目前主要采取 自然交配的方式进行繁殖 马头山羊突配公羊 每天配种一次 成年公羊每天配种2-3次 每次间隔2小时 每周休息一天 种公羊要每年异地轮换使用 防止进行繁殖 配种器的马头山羊 种公羊青粗饲料 占日量的80% 精饲料占日量的20% 日量中营养成分代谢能 每千克11.81兆焦 粗蛋白21% 钙0.46% 磷0.51% 建议精饲料配方为 玉米43% 豆粗20% 菜籽饼9% 芝麻饼7% 敷皮20% 食盐1% 食盐1% 每天三次四位 四位时间为 早上7点 中午12点 晚上6点 每只 每次四位 0.3-0.5 千克精饲料 码头山羊母羊 认生期为 五个月 认生的 前三个月为 认生前期 认生的后两个月为 认生后期 认生期间 不要为 煤烂变质资资料 避免出现流产现象 怎么有效的 鉴别 煤烂变质资料呢 傅老师告诉了 我们一个小方法 马头山羊母羊 认生前期的四位 参照空怀期标准 就可以了 认生后期的四位 比较精细 清粗饲料 占日量的85% 精饲料 占日量的15% 日量中营养成分 代谢能 每千克 11.85兆焦 粗蛋白 19.06% 钙 0.37% 磷 0.45% 建认精饲料配方为 绿米50% 豆粕20% 菜脂饼9% 敷皮20% 食盐1% 每天三次四位 四位时间为 早上7点 中午12点 晚上6点 每至每次四位 0.25至0.4千克 精细料 码头 山羊 初产 母羊 胎产 高数为 1到2只 经产 母羊 胎产 高数为 2到3只 码头 山羊 母羊 哺乳期 为三个月 这 哺乳 母羊 奶水 充足 小高 羊 是幸福的 可万一 母羊 奶水 不足 小高 羊 就要 饿肚子了 采访中间 我们就发现了 有些 母羊 存在 奶水 不足 的情况 怎么办呢 富翁 也有 招数 来应对 母羊 在奶水 不足 的情况下 主要是 每天 要给他 高一定 比例 到 100到150 克的 大度 套 胀了以后 给他 刺猬 增加 他的 产日量 不如 母羊 日量 比例 精资料 配方 建议 配方 参考 妊娠后期 每天 四次 刺猬 刺猬时间 为早上 六点 中午 十点 下午 三点 晚上 七点 每只 每次刺猬 0.25 至0.4 千克 精资料 一到三月 零为 码头 山羊 羔羊 生长阶段 码头 山羊 羔羊 尽量 做到 及早 捕赐 以自己 留位 等 消化 器官的 发育 一般 羔羊 出生 后 十日 零 左右 开始 训练 采食草料 一月 零 左右 适当 捕赐 精资料 只要 是要 增加 一部分 精资料 精资料 在初开始 达到30克 在一个月 以后 达到50克 但是 资料的 主要成分 是以 粒米层为止 其次 就是 豆瓣 腹皮 和 芝麻 米 小羊 糕 断奶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 后背羊的 饲养管理阶段了 为了保证 马头山羊 后背羊 能够有充足的营养 我们可以采用 公母分群 饲养的方法 并根据个体鉴定 把不符合 种用标准的公羊 在初情期到来之前 阉割转育肥羊群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如何饲养 后背器的 马头山羊 在马头山羊 后背器 一定要保证 粗蛋白和钙 磷等的供应 以满足它 体驱发育 和骨骼 迅速生长的需要 后背器 公羊 青粗饲料 占日量的 85% 精饲料 占日量的 15% 日量中营养成分 代谢能 每千克 11.98兆焦 粗蛋白 16.83% 钙 0.38% 磷 0.4% 建议精饲料配方为 玉米 60% 豆粕 15% 菜脂饼 8% 麸皮 16% 食盐 1% 每天 两次 四味 四味 时间 为早七点 晚六点 每支 每次四味 0.3 至0.4 千克 精饲料 后背器 母羊四味 与公羊相比 略有不同 青粗饲料 占日量的 90% 精饲料 占日量的 10% 日量中 营养成分 代谢能 每千克 11.92兆焦 粗蛋白 14.89% 钙 0.37% 磷 0.39% 建议精饲料配方为 玉米 65% 豆粕 10% 菜脂饼 7% 麸皮 17% 食盐 1% 每天 两次四味 四味 四味时间为 早七点 晚六点 每支 每次四味 0.2 至0.3 千克 精饲料 码头 山羊 后背羊 阶段 要按照 公母分群 以便于饲养 减少因 管理不当 而造成的 经济损失 一般情况下 每群 为30 至50只 个体 鉴定 不合格 不留作 种用的 后背 公羊 在出行期 到来之前 要阉割 转 玉非羊群 一般采取 橡皮筋 解扎法 就是将橡皮筋 紧紧缠绕在 阴囊基部 使它形成一个 环绕带 五至七天后 阴囊和高丸 会自行脱落 公羊 掩割后 可以降低 饲料消耗 增加养殖效益 在码头 山羊 养殖中 因不符合 种用标准 而淘汰的 公羊和母羊 产高率低的 成年母羊 老化的 种公羊和 种母羊 都是 玉非的对象 玉非羊 由于品种 年龄 标情 健康状况 及体重等方面 差异都比较大 最好按照 不同情况 进行分组处理 下面介绍 中等标情的 码头山羊 玉非方案 供参考 玉非西码头山羊 清粗饲料 占日量的85% 精饲料 占日量的15% 日量中营养成分 代谢能每千克12兆胶 粗蛋白15.46% 钙0.38% 磷0.38% 建议精饲料配方为 玉米65% 豆粕12% 菜脂饼7% 腐皮15% 食盐1% 每天三次四味 四味时间为 早上7点 中午12点 晚上6点 每支每次四味 0.25至0.35千克精饲料 云西县境内 多灌丛草场 牧草丰美 码头山羊 适度放牧 可以有效地 节省饲养成本 码头山羊放牧 一般选择在下午进行 夏季要在天气凉爽的四五点以后放牧 冬季则要稍微提前 两到三小时 这样等到气温降低的时候 放牧已经结束了 放牧时间一般为两个小时左右 另外 福恩福告诉我们 成年和后备种公羊 要单独放牧 母羊 羔羊和育飞羊 则可以在一起放牧 放牧期间 要根据实际情况 科学放牧 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般情况下 一亩草场控制在五只羊左右进行放牧 随着码头山羊羊肉产品的热销 码头山羊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在云西 养殖码头山羊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良好的市场前景 也让当地县委县政府 看到了码头山羊养殖的巨大潜力 进行了一系列对码头山羊羊肉产品的深度开发 目前 码头山羊已经成为云西畜牧业的金字招牌 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 好了朋友们 本期能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再见